192 《太陽報》 電話片案變焦價公安金藏身向家屬稱綁架兩女大學生租勒屬250萬 2015年7月11日港民A01頭條 突發組報導 電話片案劇本大變焦 設綁架局中局 兩名女大學生受騙自演玉心角色 家人被勒殺250萬元贖金 內地電話片案务促遞公司 假稱包括出事 在變身公安和檢察院查案騙錢已不是新鮮事 醉身家插料申請節 要求市主基於保密和保命要截走安全屋藏身24小時 並關掉手機及與世隔絕 騙徒撐此凶槍其向其家人勒殺贖金 在過去三日 分別有兩名90後女大學生對騙徒深信不疑 租住酒店房閉門不出和關掉手機 家人收到騙徒電話清綁架其女兒 分別勒殺200萬元和50萬元 家人見女兒無歸家又失聯 恐防撕票 報警求助 從案組大舉出動 追尋到酒店救出閉關兩女 她們猛然不知被騙 家人被嚇到雲飛拍散 行未有支付贖金 清凡法握10萬保證金本月8日 一名住沙田區21歲女大學生 接獲自稱是速遞公司職員的內電 聲稱有一個機級她的包裹出了問題 公安部門要她協助調查 並將電話轉到廣東省公安廳 公安人員指她違反了中國法律 但同時可能涉及一個嚴重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公安部門正在追查 為了替女事主澄清與漢無關 她要將一筆10萬元調查保證金會入一個銀行戶口 若調查證實她無罪 保證金會存額退還 女事主不如有詐 便將10萬元會與對方 騙徒確認收款後有清 因為調查保密 被查人可能會危害事主及其家人的安全 隔離找一安全地方藏起來 至少驗74小時內要關掉手機及與細隔絕 等到公安通知安全才能延伸 警憑信用家記錄救參女事主依然招辦 騙徒確認她已重歷起來後 便致電其家人我清綁架了其女兒 要付200萬元贖金 否則撕票 家人文言大驚 致電女兒 果真無法聯絡 又未見回家 互相信女兒真的被綁架 於是暗中報警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立即追查肉心 根據她的信用家記錄 鎖定其鎖住酒店 前日掩置將她救出 並倒破片局 順真女事主與夢初醒 家人鬆了一口氣 亦未有附屬金 但女事主早前的調查保證金責一去不回 警方府救出一女 又有一女中指要 前晚 葵聰一名二十歲中大女學生 同樣接到速遞公司職員及公安的電話 內容幾乎預出一切 不過 這次並無要求她交保證金 僅吩咐她為保安全要拿賣一段時間 敢指與外界接觸 同時致電其家人勒殺五十萬元 其家人未有支付屬金並報警 作晨七時許 重案組在一間酒店房間救出肉心 她得知受騙後報悔不已 警方相信案件涉及跟其殺入香港的內地電話騙徒